好,我们等一下后面的童工找到我的PowerPoint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信是专一信靠 那这个题目呢,它没有只讲信心 它讲的是一个信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信是全心全人 你不只是动到你的心要去信靠神 你还要出你的手、出你的脚去工作的 所以在这个,我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就是说你们曾经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经历 是你专一信靠祂 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 因为今天我们要来从挪亚的故事里面来看 我们怎么样透过挪亚的这个专一信靠 然后看到神给她的一个特别的工作 然后看她怎么样完成 然后呢,我就想到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挪亚赵方舟的故事 大家熟悉吗? 可能没读过圣经都看过,对不对? 因为挪亚,那个大水 很多很可爱的动物 大家挤进船里面 然后呢,就在海上漂浮 然后呢,走到 等她着陆地的时候 哎,动物们就出来了 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故事 然后现代呢 现代我们也有这个真实的版 OK,在美国的Kentucky 他们就有人在2016年完成了这个一个挪亚的方舟 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尺寸啊 那里面是一个博物馆 我们其实可以去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信心旅程 可以大家一起去旅行 然后去参观 然后顺便就是 更认识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知识 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挪亚信心 就是要看我们挪亚 它是怎么样专一信靠 竟然可以盖出了一艘这么大的船 而且是在那个远古的时代 好,让我们一起要进入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恭敬仰望 迎接主你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运行 当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 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 愿挪亚的故事 他专一信靠的信心 他敬畏神的心 效法耶稣的榜样 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的经文呢 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就这样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好,一二三起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我会问分三个部分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的信息 首先我们会看到 神所指示他未见的事 再来我们会看到 他动了敬畏的心 而盖了一个方舟 最后 他的行为 定了这个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我们先讲 在六章 我们在讲挪亚的故事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 基本上只是引用这个远古的 这个信心伟人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看很多创世纪 如果你有圣经呢 我也欢迎你翻开 因为它是一个故事 在创世纪第六章 六章十三节 讲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神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镜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 所以我们知道 神首先就跟挪亚说 然后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神就是说 所以当我们在想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开启的 是我们其中一样 就是我们信心的耳朵 你有没有听到神跟你说 再来神说完之后 在六章十七节 他就接着 看啊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生物 无一不死 你说那个时候 大家都还活得好好的 可是神却说 看啊 那挪亚怎么看呢 就是用信心的眼光 所以我们知道 当神要让你看到一件 将来没有发生事 的事的时候 他会有话语 他会有意向 但是实际上 当时代的人 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这么快就没电了吗 好 当时代的人的情况是 创世纪六章五节都讲到 当时的人罪恶很大 六章五节讲到 那时候耶和华就后悔造 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所以呢 他就 然后除了他当时说 那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你想 那个时代 我附了这张图 这是很多 这个儿童部啊 我们在教这个 方舟的故事 都会想到说 那时候 挪亚 他是个神 神看他是个义人 他是蒙恩的义人 但是呢 他的身边的人 当时代的人 作恶 就 耻笑他 但是当我回去 看经文的时候 其实圣经没有太多 记载挪亚被取笑 但是圣经记载的 更多的是 那时代的人 作恶非常的多 然后 除了罪恶很大 他们还有故意忘记神 在彼得 后书 三章五到六节就讲到 他们故意忘记 他们知道 神是造天地的神 可是 从太古 凭神的命 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 当时的世界 就被水 淹没就消灭了 这个被水淹没就消灭 指的就是 挪亚 那个时代 发生的大水 那我们来谈谈 神让挪亚 听见看见 挪亚听到 看到 但其他人没有 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呢 那因为我也要让弟兄姐妹们想想 你呢 你听到神给你的声音 给你的意向 给你的方向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那个将来没有要发生的事 可是你凭着信心知道 它将要发生 差别就差别在哪 差别在挪亚 是一个敬前的人 而其他的人呢 他们是 作恶 而且是认识神 但是故意忘记他 故意忘记他 就是 神其实带了 给了以色列人许多的祝福 因为在彼得后书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知道 以色列人经历过出埃及 从奴仆变成自由人 他们从 在这个应许之地 被自散之后又聚集 他们经历过了许多 可是还是有一群人 他们不敬前 他们还是忘记 挪亚其实呢 说实在 你觉得有可能有人不犯错吗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在 《创世纪》六章八节 他其实是先提到 唯有挪亚在神 耶和华眼前蒙恩 蒙恩之后呢 在七章的一节 耶和华就对挪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那我要跟大家谈谈 其实这个大水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一场大水 夺走了许多的生命 然后呢 只有挪亚一家 他的三个儿子 他的媳妇 还有他带上去 成双成对的动物 得以存活 在这个大水 似乎在行使的一种审判 审判了这地上的一切不义 发泄了神对罪的愤怒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 神记载 圣经记载的是 人当时候的罪 而不是人当时候 取笑挪亚的心态 因为我相信 神看中的不是人与人之间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你取笑别人 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看低别人 这个是人之常情 人的罪性 但是在神面前 看中什么 神面前看中的是 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 还有我们自己 对神的关系 所以这被记录下来 那我们再讲讲 这个大水呢 你现在想看 它灭了地上一切不义的人 动物事物 它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吗 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反应 有解决了罪的问题吗 没有 对 威姐摇头了 没有 因为呢 在这个大水过后 挪亚的子孙 重新再开始 分散各地 又生养众多 他们接下来做的是什么 盖了八别塔 他们要盖了一个塔 是可以通天的 所以人的罪恶 没有办法透过一次的洗净 就能够完全洗净 而这个大水呢 就让我想到 这个水 信事专一信靠 这个图 就让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11月10号 我们将会有一个敬礼 那在这个 其实这个大水也是 我们现在基督徒 受敬的一个预表 因为神透过了这样一个大水 要洗净这个世界 一切不义的事 所以当我们 基督徒 但是 挪亚能够经历过这个大水 是凭着他敬畏神的心 所以他在这个大水当中 他没有被灭绝 他得以存活 这个水似乎灭了不义 但也是保护了那些 在神面前蒙恩称义的人 那我们想 今天我们所 基督徒 我们有好几个敬礼 其实从去年 我们有好多自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信主受敬 那11月10号 我们也将要有一个 我们目前有 Sony弟兄 他会来 这个参加敬礼 也会分享见证 所以期待大家 11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敬拜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那一天 准备要受敬的弟兄姐妹的 这个见证 那我也鼓励当中的你们 我们可以祷告 如果你在这里 听到很多神的话 你想靠近他 你想接受这个救恩 可是你却跨不了那一步 还做不了 这个信主 受敬的决定的时候 其实可以开始祷告 因为有一个机会 11月10号 你祷告 是不是神给你的日子 让你去经历 什么叫做 沉浸在神的恩典之中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一个大水 它其实是没办法 就是说 清掉这个人的罪 你这个 这一批老人死了 还比新的罪人 年轻的罪人 还要再上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神保守我们的 靠着洗礼 我们能得救的 是因为我们敬畏神的心 我们愿意顺服 圣经的教导 顺服耶稣受敬的榜样 我们愿意参与洗礼 为主耶稣做见证 而这个洗礼呢 在我现代 它是一个圣灵的施洗 当我们进到水中的那一刻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的救我已经随着这个水埋葬了 当我们在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就是宣告 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新造的人 而这个呢 当然我们受完洗礼 我也不会说 我们就下一辈子全干净了 我们再也不犯错 因为那不是人性 但是我们进了这个水里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沉浸在恩典当中 因为今天惩罚 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你一定就更清楚 你觉得罚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就会听话 就会乖吗 OK 因为你知道 我都教很多孩子 很多孩子你罚他 他更变本加厉 你把 我听过 数不尽的家长跟我讲说 哎呀我很怕 我孩子玩这个电动玩具啊 所以呢 我会限制他时间 非常的straight 然后呢 再不然呢 就是把那个 这个device啊 锁起来 这个我都听过 但是呢 通常孩子会有 更奇怪的问题 也都是在这一班 最严格的父母身上 因为孩子开始学习 半夜不睡觉起来玩电玩 好 想办法 就是能够 爸妈藏起来的 他还可以再找出来 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所以我觉得 神 他对人的爱 真的不是透过惩罚我们 将我们挽回 是透过他的恩典 所以这也是我们 鼓励爸爸妈妈的 我们要教孩子 我们要导正孩子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只有 给他规矩 给他 许多的限制 可能我们还要考虑更多 是我们的处理方法 有没有给他恩典 能不能够显明神的形象 再来我们讲到 我们要接受神差之功 因为在这边呢 挪亚呢 他就接受了神的指示 他动了敬畏的心 他为神造了一只方舟 救了他的全家 那在创世纪六章十四到十六节呢 就讲得非常清楚 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你要怎么做 首先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 分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 要长三百种 宽五十种 高三十种 清清楚楚 所以当神要给你一个 你没有看过的事的时候 他不会说 你去做 然后 胜得你自己负责 神为你负责到底 他给你方向 他告诉你怎么做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敬畏顺服 因为这也是 挪亚呢 在这个 在这个造方舟的过程当中 他用着一个敬畏顺服的心 来造方舟 你想在那个时代 我不知道他们科技怎么样 但现在这个时代 我都不知道人能够能不能 的确现代人造出了那么大的方舟 就成为博物馆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挪亚因着信 动了敬畏的心 所以我们来 再做一点 deep的study 这个敬畏的心呢 在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用这个希伯来 希腊文 原文的时候 这个敬畏的心是一个动词 但同样的名词呢 我们可以在其他两个地方看到 就是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 五章七节 作者用了同样的字 但是是敬虔 这个是名词 当时当他动词的时候 中文就翻译 动了敬畏的心 但是它是同一个字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记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 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敬虔 蒙了应语 因为我们能够 我们看到基督他的榜样 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故事 在这里我真的是从年头听到年尾 但是我们知道是 在这里作者就强调了 是他的敬虔蒙了应允 但这个敬虔蒙了应允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文 耶稣就是上了他该走的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苦难的路 你知道我就在想 如果挪亚 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到 就上了船 他全家得救 可是你可以想象 你全家上了一艘船 假设你去做cruise 我不知道多少人有去做cruise cruise我做过就是七天 有人超过七天的吗 有人可以做一年的吗 对 我去做的呢 我们是有buffet 有游泳池 有很多的show 在晚上可以看 可是你知道挪亚方舟有什么 有很多的动物 有很多的动物 也表示有很多的味道 还有很多的声音 你想想看这样的日子 你过了超过一年 我们继续讲回敬虔 待会再讲挪亚 所以当我们知道挪亚的这个敬虔 其实是跟基督的这个迁臣 是有关的 再来 希伯来书作者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用了同样的字 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用了这个挪亚信心的例子 来反映耶稣 他上十字架的敬虔 然后再来就鼓励着我们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要听的 当我们承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应当如何服事啊 感恩 虔诚敬畏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当今年我的安息月 我有去到香港 我还没有机会去到美国的方舟 但是我有机会去了香港的方舟 香港在这里 它也是有一个 不是没有life size那么大 但是它也是一艘大船 然后我们就去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去呢 是因为当时我去到香港 我们也有一些香港的家庭 他们就回香港 然后知道我在香港 我在11天 除了做一些教会拜访啊 做了一些研究之外呢 我就也会想要去了解一下香港 那这一家人就问我说 因为我们一起走过很多 我们在这里 走过了他们的爷爷离开 我们走过了妈妈从不信到信 所以他们家的父母跟孩子 我是熟的 然后他就说 I pass I link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出去旅行 就是说 在香港我想带你出去玩 但是去哪呢 那时候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东西去玩的 可是我想 教会弟兄姐妹问我 我不好意思选一些太属世的地方 于是我就说 那不然我们来去挪亚方舟好了 感觉可以去认识香港 然后又有一点那种 属灵活动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开心的去 因为我也没去过 好 我们就去了 去了时候讲一个故事 里面有很多的历史 很多的科技互动 其实是蛮不错的 很好玩的museum 但其中一站呢 我们就听到了 他竟然有一个动物医院 然后我就觉得 新奇耶 我都没有想过方舟里面要医院 可是需要 因为人会生病嘛 然后动物也会生病 这是动物医院 然后呢 这就是那几个小朋友 有他们的亲戚 有两个是在我们的 Oranger Kids 有两个是他们的 这个Cousins 那他们进去呢 就开始扮医生啊 玩动物啊 然后我就 用我很普通的广东话 跟他们讲说 什么病 小孩子就很可爱的 跟我讲说 神经病 就是神经病 然后呢 我就想 哇 这我怎么回啊 后来呢 隔壁的阿姨 就是他们的阿姨 就说一句 神经病没得医的 OK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 他说没得医的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 其实我们来到 这个方舟里面呢 你真的是 你感冒有药医 OK 营养不良 还有维他命可以吃 可是真的是 心里出了问题 你说有药能医吗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其实我看到的 我们当然求神的医治 医治我们的身体 可是我看到更多的是 很多人的心灵需要得医治 常常回来到教会 不要说回来到教会 就世界各地 你先想看 美国现在要走入这个选举 带出了许多的议题 很多的议题的背后 都是显明人心的破碎 也显明了人里面的罪性 我们的软弱 我们克服不了的问题 我们昨天晚上在MuPeters 有一个敬拜祷告会 我们为着这个国家 祷告的时候 这个国家还蛮多问题的 从僵肢毒品到同性婚姻 到各样的问题都有 导致人的心呢 都不是太正常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认识到 造物的主 能够回到那个简单单纯 敬畏神的心 那我来下一页 请帮忙 挪亚有敬畏神的心 其他人没有 你有没有 我讲一个例子 其实当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 就是神 祂给了挪亚这个看不见的工作 然后祂拆它去了 挪亚要回应了 那我们讲这个敬畏神的心 我就想到 当我们教养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如何教养出 敬畏神的下一代 因为我知道很多父母都在挣扎 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 那有些父母就退后 想说我孩子不听我的话 我做他朋友好了 我们那个同起同坐 一同走过 但是你会发现 你要是跟他做他的朋友 他就骑在你的头上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教出敬畏的下一代呢 我当然还是鼓励父母 我们要做圣经教养 那我们看着神的 这个他怎么教我们 他怎么让我们打从心里去尊敬他 而不是害怕 我讲一个我跟我儿子的例子 最近呢 其实我两个儿子 一个15岁 一个13岁 然后呢 有一个很可爱的 因为我常常都会很注意 他们的那个使用 device的时间啊 因为他们常常花太多时间 在他们的手机啊 这个device上面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作型 还有我是怕影响到 他们的思想 OK 因为当他们的思想 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如果是一些不良的知识的话 那就会影响他们的思考 所以我就发现 有一个儿子在浴室特别的久 于是我就说了一句 有没有手机在里面啊 没有 然后我就在问 有没有iPad在里面啊 没有 然后呢 这个有已经成熟的妈妈 而且加上有一点 那个第六感很清楚的妈妈 已经大概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了 所以我就说一句 好啦 你可以现在先把手上的iPad 或是手机放下来 赶快把枣洗好出来 我们要祷告了吗 好 然后我就抓到他了 OK 所以我就还要再次确认 因为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 这个手机跟iPad 不是其中一样 一定是在里面的 他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儿子也挺有趣的 他出来的时候还知道 一出来就赶快去office 然后我就说 你的手机在哪 他说 不知道啊 可能在爸爸的office 他就在那边动张希望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 不是就在洗手间吗 然后他就开始哈哈大笑 你知道有些孩子呢 他被抓包的时候 他是马上 当场过有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马上哭给你看 他哭给你看的时候 哇 你的火真的是会上来 我们在讲事情 你不好好交代一下 你做了什么 你哭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但我有一个儿子 真的是非常的天才 他就是会笑给你看 他就是开始 哈哈哈哈 然后哈到 我都在想 我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情节 为什么有人被抓包了 还可以如此地欢喜这样子 后来我知道 这是他逃避 逃避被处罚的一个伎俩 但是我就是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确信 就是他们其实很害怕我的声音 因为我声音一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妈妈要来了 他们害怕我的声音 都够害怕爸爸的 这是从小训练起来的 当然我们如果说 我也在学习 不要用情绪去回应 因为我就后来跟他讲 妈妈呢 是会很fair的 让你使用你的这个手机啊 device啊 可是妈妈有规矩 厕所 浴室时间 不要使用 然后我们就是有几个家的规矩 我就谈了 我就不在这里边谈 所以我们要跟孩子 就是让他有尊敬我们的心 首先你要有很公平 很合理的约法上三章 不能够完全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打压太大的话 孩子反抗的心反而是更大的 所以你要合理的跟他说 那就可以建立一个 比较良好的亲子关系 我们用谈的 然后所以这样子 我就我也没有生气那一天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 因为我儿子跟我在一起 生活了十几年 他认识我的脾气 而且他也知道怎么让我生气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一刻我也长大 因为我没有因为这个事生气 我好好地跟他谈 然后我们就继续地 完成了我们夜晚的祷告 然后大家就平安地去睡了 你呢 神教给你了什么样的 拆给你什么样的工作 我相信如果你有家庭 你身边的另一半 你的孩子 就是神要你完成的工作 再来最后 承受救赎之恩 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节 我们会讲到 其实在希伯来书呢 这边他就提到 我帮大家复习一下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所以我们回看 在创世纪六章十七章十八节 他谈到 我要 首先这是神 已经说好 但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说看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与儿子 儿父都要进入方舟 再来 再来就已经是 洪水泛滥的时候 所以这是在 创世纪七章六到七节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挪亚整六百岁 挪亚就同他的妻 儿子而父都进入了方舟 躲避了洪水 所以我们知道 挪亚金方舟的时候 他六百岁 再来他出来的时候 这是在 创世纪第八章十三到十六节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已经都过了一年多了 三百 三百五十多天的 这个船上生活 我没有办法想象 有没有人可以做 三百五十多天的cruise 不想下船的 但是他们是 他们等到时机成熟 他们下船 那时是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管坎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 地就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而父都可以出方舟 当他们出了方舟的时候 挪亚就献祭 他为耶和华筑了一个祭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 在坛上为番祭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主地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 所以神的愤怒得以平息 是因为罪人被毁灭 但是后来神给我们的是恩典 我们要记得 就是说 真的 这个惩罚呢 你是竭尽不了 人心里面的罪恶 但唯有神自己的恩典 可以保全我们 那我们讲一下挪亚的名字 其实挪亚的名字呢 他的意思 他爸爸给他起名的时候 就说 这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这个儿子 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 都是因为耶和华诅咒这地 的确 大水泛滥是一个诅咒 但是你有发现 当挪亚一家出了方舟的时候 神与他立的是约 而这个约是永远不变的约 在这个约定当中 其实神预备好了他的工作 你预备好了你自己吗 你预备好你的工作 你愿意预备好你敬畏神的心 要去回应神预备好给你的事吗 刚刚我们谈到家 OK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小家 如果你只是单身一个人 你可以想想 神让你在这个教会的家里 在这个社会上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有什么样的计划 那再来呢 我们也要想想一下教会的家 我们复习一下 当我们在看挪亚专一信靠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领受未见知识 这是一个信靠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事情发生 觉得 妥了 稳妥了 我才愿意去接手 我才愿意去服侍 我才愿意去跨那一步 信主或是受尽 但是其实神要给我们的是信心的路 而这个信心的路是你要能够看见 那个神只是给你 但是人眼还看不见 但信心的心眼看得见了 然后再来我们接受神差的工作 最后我们要承受救赎之恩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现代的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挪亚的大水 在那个时代 你可以是天灾 可以也说是人祸 因为天灾从人祸开始来的 那现代呢 我们在2001年911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你们是在美国 当时我在念大学 我只记得那一天 我住在host family家 本来应该要去上学的 就一起来打开morning news 跟着我的host family一看 就看到在电视里面 这样整整两栋高的大楼 其实我们是先看第一栋倒下来 在9点 早上9点好像差不多01分 他就这样整栋楼倒下来 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这个是有点难以置信 地震看过很多 OK 车祸也看过不少 可是没看过整栋楼掉下来的 然后那时候接下来就是收到消息 今天不上课 我们就在那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其实911那时候 带给美国的打击 不只是相当多的打击 包括给基督徒灵性的打击 因为呢 在这个恐怖攻击的背后 有回教徒对着基督徒的攻击 那当时在纽约 就是在事发现场附近 有一家医院叫西乃山医院 他们当911发生的时候 他们承受了相当多的 这个医疗的负担 但是等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他们还要继续承受着 心理医疗的负担 所以他们有三个医生 一起写一本书 叫做Resilience 那在这个Resilience 他谈到认力 认力是什么呢 他书中解释叫做 承受逆境和复原的能力 那在这个911 我用这个例子 我自己身边都有朋友 经历过 一个基督徒的姐妹 当他是做accountant 那他那时候的办公室 是在911的 比较低的楼层 三楼 然后他 比较晚进office 所以当他准备要进office的时候 他已经在地铁 被那个汹涌的人潮 他都没有办法往他的office走 因为大家都在往反方向走 都在逃难 他也就跟着逃难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知道要逃 他逃过了一个大难之后 神让他经历过 在他教养上另一个苦难 接着在婚姻里又一个苦难 可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很少数我看过的姐妹 如此的喜乐 我都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多的过去 可是在神透过这样一个一个磨难当中 锻炼了他有一个喜乐仰望神的心 他很感恩 他没有因为他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情都不合他的意 他就放弃了神的信心 他也没有埋怨 他继续喜乐的仰望神 那我讲回这本书 因为他讲到就是说 当我们在逆经当中的时候 我们不要有那种盲目的乐观 我们要有务实的乐观 盲目的乐观是什么 就是我常常喜欢 心情不高兴就来去睡一觉 睡一觉就希望自己不要再醒来 可以逃避一切的事情 这个就是盲目的乐观 但是如果你说我去睡一觉 但是我睡一觉起来 我要储备好我的精神 我的体力 我要重新站起来 这个就叫做务实的乐观 那务实的乐观 它提出几点 首先我们要关注正向的事物 因为我相信 这可以帮助基督徒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遇到重大的挫折 或是身在逆境当中 或是冲突当中 其实这个认力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要用正面的 关注正面的事物 然后用正向的观念 去诠释事物 然后也会因着这个正向的态度 我们会有正面的结果 第二就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恐惧 因为我相信在逆境当中 大家都会害怕 OK 不管你是害怕明天如何 或是害怕自己 能不能够有能力 就第一个真的是心理战 你能不能去面对你的恐惧 然后去了解你的恐惧 去面对它 第三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它就是说用灵性 来去克服逆境的方法 当然它不是一个 这三个 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们提到了灵性 在人面对逆境 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 包括他们在COVID-19的期间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如果这个人呢 他是每一周有一次 有这个宗教行为 不管是哪一个信仰 他都对人可以减少 人想自杀的念头 就可以降低五倍 OK 听起来不多 但是呢固定的敬拜 帮助你远离自杀的念头 再来他就说到 我们要有一个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好的榜样 有一个已经有这个强 强壮任性的人的榜样 就是有任力的人的榜样 那我就想到我自己了 我效法保罗 因为大家如果跟我一起 在做灵性亮光41的话 我在做哥林多前书的灵修 那在过去的一周呢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就非常的鼓励我 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忍受得住 其实在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着 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 不公平 好像最近我听一个姐妹跟我分享 她被公司裁了 但是这个公司用了非常不好 她的老板用了非常不易的方法裁她 就是先让她有一个失职的错误 她没有失职 可是她的老板想办法让她失职 所以让她可以合理的解雇她 解雇她之后呢 还不给她unemployment 她给她是什么 因为她unemployment 她可以申请救助金吗 她就给她一个long term leave 所以人的丑陋 罪恶有多少呢 其实是真的很多 你没有办法想象 曾经是一个 你很想跟她一起奋斗的老板 但最后如此对你 这个姐妹说 我是个信徒 可是我真的开始怀疑神 但是我跟她讲 当然我们的对话就是 这个是人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里面 去看到神他给你的计划 我们要看超越 所以当然我相信 神给他这样的试探 一定会为他开路 所以我们就一同祷告 仰望等待 那就再讲回书 怎么样面对逆境 还有一个就是 要让大脑活化 做一些对你大脑有益的事 不要只做一些 让你大脑禁止 例如看电视 OK 电视看太多 的确是会让你的大脑 就是比较不那么火化 再来 弹性的认知 你能不能够在一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样去评估 然后评估之后 赋予你的生命有意义 然后他讲到两件事 要有感恩的心 要有幽默 我觉得这的确是 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下子来 逆境来到的时候 你就被打倒 你就开始沮丧 而是可能我们要选择 我们选择去感恩 我们选择用一个幽默的情况 去看待这件事 让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忍耐 OK 忍耐到底 神必我们开一条出路 最后你要追求生命的意义 就是无论逆境怎么发生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生命依然有意义 在这个 当然在这个 我们教会的大家庭 我们每一个家庭 在不同的时间 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挑战 我都是鼓励弟兄姐妹 神让他发生 绝对有他的意义 我们要去看见 神允许他发生 我们就要去了解 我们要在当中 怎么样依靠神 神要让我们学到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地觉得 我遇到坏事了 神是不是不爱我 我是不是犯罪了 对不对 我们要看得更远 神给我们的管教 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那我最后 其实我还蛮想跟大家谈 怎么样建立基督化家庭的 因为在我们在建立基督家庭的时候 因为我们讲到神差之工 基督化家庭其实不容易 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到外在的压力 因为你有父母 你都知道有内卷的问题 这个学钢琴 我们孩子也要学一下 学个跆拳道 我们也来学一下 然后各样的才艺 就在跟你竞争着 你要花多少时间读圣经 你要不要参加教会的活动 因为这些都是 你的时间只有24小时 当你选择越多的外面的才艺的时候 你当然留给神的时间就会少了 那在家庭生活里面 如果你留给电视的时间很多 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就少了 如果你选择自己一个人 关在电脑室里面 享受你的电影 你想看的东西 你陪孩子的时间 你陪你 另一半的时间就少了 可是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 我们要投资 投资我们的爱 投资我们的时间 然后不止外部会有压力 内部也有压力 因为当你很认真 很谦卑的去爱你的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不理你 然后呢 或者是你很愿意教你的孩子 可是你的孩子不听话 你会受到挫折 但是我想鼓励你们 我们不要放弃 就是继续学习这个忍耐 这个resilience 这个认力 我们能够用正面的方向去看待 我们就 神一定与我们一起走过 最后我们不要放弃 用圣经教养我们的孩子 我讲一个 这个generational gap的故事 给你们听 昨天呢 我们家有一个小组 来我们家聚餐吃饭 那我的儿子呢 小儿子 我们有个tender hearty cafe嘛 你们有一些人都来过我家 我们会全家一起做菜 招待来我们家的客人 那我的小儿子呢 就很愿意就是做蛋糕 他说妈妈 我要做一个red valet蛋糕 他做的其实挺成功 也蛮好吃 可是呢 是一个痛苦的经验 因为呢 我要帮他确定 他的火开的是对的 他的糖没有加太多 因为你知道美国的recipe 光蛋糕 做一个九寸的蛋糕 他要两杯糖 然后icing呢 要五杯的powder sugar powder sugar 然后我就跟我的儿子讨论 这个糖 这个做蛋糕很好啊 可是你尝这么多不健康啊 所以我们呢 不只做蛋糕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那边讨论 要减糖 我说减到一杯好不好 结果最后呢 好 一杯半 然后呢 icing的部分 五杯我马上就给他上 一杯好不好 爸爸妈妈 明天来的叔叔阿姨 很多都是pre-diabetic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多糖这样 但是他就说不行 没有那么多糖 那个口感不对 然后他就坚持要五杯 后来我说一杯吧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一个晚上就在那边 弄一杯五杯这样子 然后一直弄弄弄 弄到后来呢 啊 两杯 OK 两杯其实还是很甜 我觉得那个make a recipe 但是在这个过程 我们看 我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不同世代 你因为健康的关系 你因为你的生活背景 你做一件事 就是讲做一个蛋糕 都有不同的想法 谁需要包容 谁需要退让 然后呢 因为我就把这个故事 分享给昨天来 我们小组的那群人 我说我为了你们的健康 我不断地跟我儿子讲 不要加那么多糖 所以大家有这个 好吃的蛋糕吃 但是有一个弟兄 他就说 Paz Eileen 这个世代 我们要听 Next Generation的话 我觉得是对的 当然我们也要 适当地给予智慧的引导 可是我也觉得 我们在一个世代 我们不能只看重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喜欢 我们喜欢教会 有什么 我们就自己加很多 OK 但是都忘记了 其实一起来到教会 孩子也有孩子的需要 我们又没有把我们的教会 建立成去符合孩子的需要 让他们可以知道 这里有神的爱 这里有人关心我 这里有人帮助我 做对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来建立我们教会 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 神招有预备 你是否预备好了 我想请我的敬拜团队 一起上来 让我在为大家做结束祷告 祷告之后 我们用这种诗歌 回应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摆上在神面前 我们来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的预备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听到你的话语 看到挪亚的信心 盼望主 祢使用挪亚专一信靠的心 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只 更加亲近的认识祢 接受祢的救恩 宣告主 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还有能力 也帮助我们 可以带着我们身边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我们的孩子们 一起进到这个 救恩的方舟当中 进到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一起享受 活在祢恩典当中的美好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受奉耶稣的名 阿们